岁的老人得了恶性肿瘤或者癌症还治不治 这是网上有朋友提出的问题 我虽然是个心内科医生呢 但是医院的事儿见得多了 我也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 希望呢也能帮到大家 说到这个恶性肿瘤和癌症的话 应该说谈癌色变 大家一说到这方面的疾病呢 可能就会觉得 即使是治效果也不好 或者说呢最后人才两空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说法 而且呢如果说70岁的老人得了肿瘤 或者恶性癌症之后呢 这个好多的人可能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就选择不治了 尤其是在前些年 前些年呢那时候我们经济条件还没这么好 而且呢当时呢人均寿命也没有这么长 好多家庭或者个人呢 就选择相对的保守的治疗了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年轻人还要生活 这个不能给家庭背上很沉重的这种经济负担 但是应该说这些年真的是不一样了 这些年其实主要是我们国家经济条件的发展 家家户户也都有钱了 而且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医保 或者说农村新农河这些保险对于相关大病 尤其是像恶性肿瘤癌症这些大病的报销比例越来越高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即使发生了恶性肿瘤癌症 也会选择积极的治疗 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点 在之前呀人们一提到七十 甚至就是说人到七十古来西认为算是高瘦了 但是时至今日七十岁可真的相对对于很多人来说 还比较年轻 方方面面还都能完成很多工作 所以说呢在这种变化下也是决定着 人们即使是七十岁发生了恶性肿瘤癌症呢 也会选择积极的治疗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时代的变迁 以及我们身边的这种案例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能够帮到大家 或者说呢能够让大家觉得有用 如果大家觉得好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关注张大夫